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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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祢赐给我们了解与智慧 让我们能够去明白奉主耶稣之名祷告 我们要在《马太福音》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7章 《马太福音》第17章 这里有一个事情 主耶稣基督他变相 变相是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要放在里面 我们要明白主耶稣基督 为什么做他所做的 我们要归顾 这是关于门徒训练 今天很多人呢 把身为基督徒和门徒训练分开了 他不应该被分开了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只有在这样的亲密里面呢 你才能够去说 你能配得被称为一个基督徒 现今呢 是相反的 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吗 你说了这个罪人的祷告 然后你被洗礼 然后你才选择 你要不要去跟从主耶稣基督 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个福音 它已经相反了 不是这样子的 第一 他邀请我们去跟从他 我们要自己去查看 要去学习 要去从主那里去学习 自己去看 我们要持续地跟从 我们要找到信心 我们要找到更深层的信心 这就是门徒训练 所以当我们去读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一切放在男孩里面 会不会每一个人都做出很好的回应 我们永远都会有这些虚假的人 或者这些人 他们在那里 他们也许会说 对的事情 或者以为呢 看起来他们是有 有这个 宗教信仰 可是他们并不是真心的 我们回顾看马太福第十六章 他们看起来像是在跟从 是这样在学习 可是主耶稣基督却看透了他 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这些人啊 这些法利赛人 他们去试探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却看到了他们的心 他们知道他是在训练他们 他们求呢 神啊 神啊 在显现天上显现的神迹给他们看 第三节 他说你们这些虚假的 有这些虚假的人 他们只是要看起来很好 对外界看起来他们是很好的 可是内心呢 他们却不是的 所以主耶稣基督知道并看透了他们 然后就跟他们说你们不会分辨吗 他们不能够 他们没有这个分辨能力 你可以骗人 但你不能骗主耶稣基督 这是非常明显的 这里有什么症状看起来这些人是虚假的呢 就是他们不能够去分辨 不能去分辨主耶稣基督与他们说 第四节 更强的话语就说你们这个邪恶凝乱的世代 求神迹 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 主耶稣基督需要去警告这些人 警告这些在他们当中的人 很多人跟从主耶稣基督 他们都在聆听 有些是真心的 有些是忠义的 有些他们没有一个好的意图 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把这群人给叫了出来 他们警告他警告主耶稣基督 第六节 你们有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赛度该人的教 可是那些门徒当时不明白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是什么 他们不明白主耶稣基督当时要与他们表达的是什么 第八节 主耶稣基督就说了 你们这小心的人啊 为什么你们因为没有一次议论呢 当我们有真实的信心的时候是好的 可是当这些信心是小信的时候 那就不好了 你就可以被这些虚假的人给影响 你可以被他们错误的去影响 他们会问好的问题来去遮蔽自己 但其实他们背后呢他们都是这些法利赛人 看起来是多么的有这些宗教信仰的 可是你看还有赛度该人 他们的背景呢都是这些有信仰的 你也许有对的家庭 可是呢你呢却是一个虚假的 你不能在你的身份背后隐藏自己 你也不能从你的背景当中去隐藏自己 主耶稣基督会看透你 也许这些门徒呢 为他们呢 就是觉得他们很厉害 可是呢主耶稣基督呢 要在这里教导他们 教导他们很多事情关于信心 说到这信心呢不应该是一个小信 而它应该是一个这么坚强 这么深奥的一个信心 这里就是里面的内容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6章 我们要重复的去学习 去看我们是否能看到整个故事性 马太他能写这个福音的时候呢 他不是随随便便的 他是把一切都连接起来 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警告门徒 你要记得当时那里有很多人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谁是真心的 谁不是 可是主耶稣基督他知道 他能够看透 他能够去警告这些真心的 告诉他们呢要远离这些人 所以我们再看 第一 这里的开始是哪里呢 我们等一下会回到这个变相 他只是给这三个门徒看到而已 那现在我们先回过马太福音第16章 这小信 这小信 你的开始是哪里 你要从最基本开始 所以有些人呢他们连最基本都没有 所以主耶稣基督呢要说 你以为我是谁 所以有人说他是先知 或者说他是其他的 有些人他们只是猜疑而已 他们没有很确定的 所以这不是好的 他们没有最基本的 可是彼得却有 所以彼得就 耶稣就问了彼得说 你觉得我是谁 他说 你是人子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就是基本的 这就是你的开始 这就是你的信心的开始 它是一个很好的种子 它是一个坚长的信心吗 还不是 所以那些要心理的 你的最基本的知识 就是你要从主耶稣基督这里学习 你要学习 你要相信 你要自己去检查 知道他是真实的 他是弥赛亚 他是基督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如果你能够有这个总结的话 那你就有福了 但这只是一个基本 再来我们要持续地去看 主耶稣基督会参与来建造他的教会 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和彼得说 在这磅石上我会建造我的教会 阴间的权柄不能得胜 这就是更深层的这个知识 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教会的这个计划 他不是人的创造 不是人的概念 不是人的思想 他是从神而来的 他的计划 他的大能 还有他所有的一切 但人呢就把它扭曲了 就是为了来满足自己的渴望 在这历史上我们看到这是很可悲的 所以我们需要回去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有些人说 你看你已经说过了 你又再说过 每一年我们都要再重复去看 当然希望是更加深层的 更加的清晰的 我们要不断的回去 最基本 关于这个教会的这个教育 每一年的周年庆 我们都要提醒我们 关于教会 为什么呢 你从基督开始 你知道基督他参与在教会的建造 匹德他也会参与在其中 他也会有他特别的角色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被参与在其中的 也许不是像他们的这个程度 可是我们还是参与在其中 这是依靠着神的意愿 神的旨意 还有我们的回应 再来呢 下一步是什么呢 他们需要去学习 这个部分 主书基督呢 他经历了苦难 他会死 但他也会复活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 是我们呢 真心的要去相信的这个教义 第一 主耶稣基督 他受了苦难 有时候呢 我们没有办法明白 为什么他要受苦难 在匹德的了解里面 他非常的挣扎 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受苦难 为什么他要死 对他来说是很难去接受的 他会复活 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但我们是否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 每一年的受难 受难日呢 每年的复活节我们都会去学习 每年的圣诞 我们都会去来说到 主耶稣基督为永生神的儿子 他诞生 他是基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庆祝 祝福是大劫 我们带着喜乐来庆祝 最重要的是 这里所说到的 这里的真理是什么呢 关于教会 关于受难 关于基督 再来我们看到他再次的降临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现在呢 他教导为他再次降临 人子会再次降临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教义 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我们需要去会议的 我们需要去相信 并且来塑造我们的信心 这个教义要如何来塑造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有这一个非常坚强坚固的信心 我们要去会议 我们要去相信 这些人徒 当时有没有完完全全的相信呢 他们没有 这些邪恶的 他们会尝试去攻击每一个可能性 他身为基督 他在那里 彼得说 彼得 他知道呢 彼得呢 没有办法去抗 彼得呢 他说 他相信 基督就是人子 教会当时候 还太早期了 可是当说到这个苦难死亡跟复活的时候 彼得呢 他没有办法去明白 他要保护耶稣基督 他说 我不能接受 你要受苦 你要死亡 他不能接受 所以主呢 要告诉他 你知道吗 在你背后的是撒旦 你却没有发现 你不知道关于神的事情 所以这样子的信心 如果我们没有去面对 没有去解决 那他就会来影响我们 他有影响彼得吗 有了 所以几时发生呢 你知道彼得 你知道彼得 他带着惧怕 他否认了主耶稣基督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苦难 所以说基督已经告诉他了 已经警告他了 但真正发生的时候呢 他却倒下了 对彼得 所以是我们 我们是否要去建立这个信心 我们有内容 我们有知识 那我们是否真的相信死后的生命呢 彼得 这个复活的这个概念 对彼得来说呢 他无法了解 对他来说就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就只是一个理论而已 这里的问题 这里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爱神 彼得是爱神的 可是这里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是否真的相信 Mary Magdalene Mary Magdalene Martha 他们也爱神了 可是呢 当 所以说基督死亡的时候 他们 他对他们来说非常的突然 他们无法接受 他们无法接受 Lazarus will rise again 他们哭 他们求 他们 他们知道 他们 不能接受神的死亡 所以说基督那时候很伤心 为什么他们不相信他会复活 他要显现给他们看这个复活的力量 所有的门徒呢 他们呢 都被 在心里呢 被 他们呢 都受了影响 他们知道 他们认知到自己 没有完全的相信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所说的 如果这个信心是小信的 那我们不能去超越某种境界 我们不能看到苦难跟死亡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马太福音第17章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马太福音第17章 这个变相 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17章 我们这里读到 彼得 耶稣呢 带着彼得 雅各 和约翰 只带了他们这三个 他们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体验 这是主耶稣基督要带了这三个门徒 为什么他只带这三个呢 这提醒了我们 我们不知道神的计划 但主耶稣基督他知道 等一下我们就看到 我们有这一个益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经 我们有更完整的这一个故事 可是当时他们需要相信的是神 为什么只有他们三个 因为他们与主耶稣基督亲近吗 还是他们有更多的了解吗 还是他们有更多的潜能吗 所以当你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一样的 他们没有谁超越过谁 可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意愿 给每一个人的执意是不一样的 你想匹德 雅各和约翰 彼得他最后会变成这个带领使徒的带领者 在《使徒信传》里面我们看到的 这个体验对他来说是给他的 让他知道的 所以说基督会预备他每一个门徒 有些会有特别的经验 特别的体验 这些对我们来说每个人都应当去学习的 因为他背后的真理都是一样的 但我们是否会有这个体验呢 我们不会有这个体验 只有彼得 雅各和约翰 我们只能看到他们的体验学习 居然是你不能有摩西的体验 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像摩西一样 能够亲眼看见 我们不可能去 不能够有这些体验 这些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体验的 但背后的教训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我们这里看到只有彼得 雅各和约翰 很厉害 他们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脸面五亮如绿桐 他的整个样子都变了一个形象 第一 他的脸面明亮如绿桐 他的脸面变得更白如光 你应该要去读马克福音 他这里所说 很特别的 我们来看马克福音 这里怎么样去做他的描述 我们看马克他怎么样去描述 马克福音第九章第二节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两个鱼 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你看第三节 衣服放光 极其的白 地上漂布的 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 所以这里他要说的意思就是 他的衣裳变得很白 不可能能够这么白 他不是自然的 好象现在的人 他们能够变脸 变相 变衣服 变装 他不是一个魔术师 这里是一个从来大能的一件事情 他是神的所做出来的 让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让他们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是谁 所以这些约翰 我们现在看了圣诞节的歌 圣诞节的歌 我听了 然后呢 阿尼呢 她会让我听 因为我在里面 我要看到里面的理论 我最大的重点 是里面这些歌词 他的意义 有一个呢 说到主耶稣基督 回来 没有荣耀 他是人子 我说这不能 这不是 人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荣耀 不代表他没有那个荣耀 这些牧者他们看到 因为使者与他们说 门徒也看到了他的荣耀 他的荣耀其实一直都在 有时候我们只看到外灾 但主耶稣基督 他要帮助他的门徒去看超过这些肢体上的 表面上的 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 这里他变了形象 我们现在回到马太福音第17章 第三节 他说 忽然有摩西 以利亚向他们显现 同耶稣说话 所以这里有主耶稣基督 在他的荣耀里 这里也有摩西 还有以利亚 摩西代表律法 以利亚代表这些先知 那他们是否真的有在那里有的 他们是复活 他们是活着的 他们是安好的 所以当有人说我们死了 我们会像什么样呢 像一个灵魂一样飘吗 这里告诉你我们不是飘鸡的灵魂 我们是安好 我们是 我们是活着的 像主耶稣基督说 这也让他们看到了死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们会在哪里呢 我们会在一个地方等待 你会在这里 像灵魂一样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但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在哪里 他们是与主耶稣基督同在的 他们会同耶稣说话 这要帮助我们 这要帮助我们 这里有荣西和伊利亚 他们活在不同的时代 他们也没有同事死亡 他们是在不同的时代 可是他们却在一起 他们也许是在分享着 他们的关于律法 关于限制 主耶稣基督说的 他来这里 他不是毁坏律法的 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 都是有这个团基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 耶稣这里是没有用处的 摩西他当时的律法 是能够被映入的 在明年的家庭 我们会读到神秘记 它是与主耶稣基督 有一个和平的关系的 我们不能说呢 旧约是没有办法应用的 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是有个和写在的 因为摩西有成律法 因为耶利亚呢 他们都是代表着这个先知 先知他们的热忱 他们不怕死 所以这就是他们所看见的 彼得有了解吗 也许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可是很不幸的 他当时不了解 可是之后他明白了 可是当时的他 他没有办法捕捉到 主书基督教导他的事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不了解呢 这件事情就可以告诉你 他不了解了 我们看到他的回应 第四节 当这发生的时候 彼得就对耶稣说 主啊 我们在这里真好 这不是很明显吗 在这里真好 你若愿定 我就在这里 打三座旁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伊利亚 一座为伊利亚 这里呢 他就停止了 说话之间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 云彩遮盖他们 只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有时候你不明白 你就不要去说 他说了不该说的 这帮助他看到神的果度 他却说 不然在这里为你搭建帐 当搭上座 上座库 主耶稣基督呢 他一定是很爱彼得 才能够这样子去安慰他 他的回应是不对的 可是你看他最后 却成为了 这些门徒的带领者 可是你看主耶稣基督呢 没有因为他而放弃他 你看他说话之间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 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你是否有听他所说的 你是否有没有去思考 他所说的 所以这里的危险 就是我们 听我们就自己去 自己有一个 啊 啊 结论 我们自己有个会 也许这是错的 是否有没有去思考 你 是否有没有去思考 你 是否有没有去思考 你 是否有没有去思考 就浮腹在地 极其害怕 当你看到了主的荣光 你应当有的回应是什么呢 这些天上的石头会遮盖他们的脸面 他们看到这个荣光 他们这个荣耀 摩西问 我是否能看你的荣光 当神 他显现的时候 他浮腹在地 这就是应当有的回应 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 耶稣进前来摸他们说 起来 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 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在那里 下山的时候 耶稣吩咐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所以这里是非常明显的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 因为其他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预备好自己 去看这样的一个去体验 对他们来说 这就是一个毁谤 皮特 雅各 约翰 如果他们是更好的话 他们都不明白那其他的人呢 他们没有办法 不管他们是同样的 或者是他们比较好的 他们都没有办法预备好自己 去明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 有时候呢 知识不能随随便便地这样子去显现出来 当他复活的时候 当他们看到的时候 当他们复兴的时候 当他们复兴的时候 就好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 他被背叛 他受苦难 他死亡 他们害怕 这些门徒害怕 这些门徒害怕 我喜欢John Muller 这里所说的 这是我一个非常尊重的一个人 我一直看他的书 被他的书受到了启发 尤其我年轻的时候 我在想 如果我有他这样子的信心 是多么的美好 John Muller 他是一个主要信心 一个会祷告的一个人 他说 当我经历恐慌的时候 就是你的信心结束的时候 当信心开始的时候 恐慌就离开了 很多时候 我们让恐慌来吞噬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说 为什么你要允许 允许呢 这些担忧 恐慌 难道主耶稣基督没有预备好给我们吗 为什么你们为你们的生命 为食物 为你所穿的一切 而忧虑呢 忧虑到你没有办法专注 专注你们应当要学习的 所以外在上他们像起来 看起来是像在跟从主耶稣基督 可是他们内心呢 这是会发生的 我们也会被影响 信心 小信心是不好的 因为我们能够被骗 我们能够被影响 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呢 要警告他们 要小心 不要成为这个 法利塞人他们的教的一部分 要防备他们的教 要帮助他们自己去看 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它不是一个理论 它是一个真理 它是真实的 关于他是谁 关于天国 关于神的国度 是在这里陷进在这里的 你要看那些 离开我们的摩西 伊利亚 他们的现状 但门徒呢 他们却没有办法明白 所以这就是一个挑战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福音的时候 它有时候就像一个镜子一样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内心 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信心又有多么的真实 他所说的 我们要聆听 聆听他 聆听也包括了相信 我们不是要很快地做出一个回应 而是我们要聆听 要去思考 要去思考 他所与你说的到底是什么 它不是一个理论 所以在主日学 我们所学习的它不是理论 那些小孩们他们 阅读理论 年轻人读理论 可是我们来到了这个年龄 我们不能只是理论 对他们来说是理论 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新的知识 可是我们已经读过了福音的 我们已经听过的 我们不能觉得只是理论 我们要远远超过理论 我们要有一个真实的信心 所以当苦难来临的时候 有一个人他写 他说他读了这本书 我也很喜欢这个作者的他的信心 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就半生不随了 那他如何还找到这个信心 他不只是继续的活着 而是为主有意义的活着 他没有在他未来的日子里面很苦难的活着 他说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做见证 见证了主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的美好 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如果你把它做一个比较他所经历的 那你们在担忧什么 他要学习关于信心 关于苦难 他写了这本书 主耶稣基督他经历苦难 为我们的死 是拿走我们的罪 他经历苦难 不是为了拿走我们人类的苦难 而是告诉我们 证明给我们看 我们如何能够去经历苦难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 神的意愿是让主耶稣基督他去受这个苦 他里面是有意义的 但苦难不是一切的 他会死但他会复活 他不结束再死亡 他会复活 所以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 充满挑战性的一个句子 我们在经历岁月 我们发现到我们多么的脆弱 你看到你身边的人 或者你自己 你到底明白了多少 关于苦难 关于死亡 当他们来的时候 你预备好了吗 还是你会让惧怕 让恐慌战胜了你 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能要教导我们 我们要去检查我们的信心 他们以为他们有大信心 可是主耶稣基督要让他们看到他们的状态 他们只是有小信心 这要谦逊他们 帮助他们 引导他们去更加的谨慎的来看待他们的信心 这里你不要只是读到变相 觉得它是一个独立的事件 这里是有它要给门徒的教导的 是给我们学习的 尽管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我们不要去寻找这些体验 这些别的门徒他们没有这样子的体验 只有这三个人有 但是他们还要再后来去告诉他们 让他们能够去明白 这里的这个教训他的意图是什么 这些教训背后是有意图的 对吧 门徒他们当时的状态 很澄白的 在当时 他们的信心 尽管那些真心的 你知道那些大众他们来他们走 没有人懂 他们有没有得救我们不懂 也有那些最邪恶的他们也在那里 尽管那些真诚的 他们的信心也不坚强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要去检查 要去法斯 就好像上个月说的 我们要预备好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预备好自己 我们没有说我们的健康也许永远不会再一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受诸无措 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所以这些教训要警告我们 我们现在要去做 我们要学习 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更加的去学习 他们所教导的 他们所教导的 摩西 还有先知他们这里所教导 他们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 他们是如何的和谐的 他们没有在那里去争论的 我们在世界上不能行事走肉 不是这样子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里的问题是说到真诚的信心和小信 他们的不同是什么 门徒有真诚的信心吗 有的 犹太没有 这个真诚的信心 他们是真实的 他们不是虚假的 就好像一个种子一样 它有很多的潜能的 就好像一个种子 这个芥末种子 它有完全的潜能 长成一棵树 那你要做什么呢 你把它去烧水滚开了 那它就坏掉了 你 你要种植它 培育它 去读这个根种的这一个故事 你要怎么样的去除草 所以你是一个爱耕种的 你想象的 你想象你的信心 你想象真实的这个信心 它是否有成长 这里就是一个疑问 你是否有变成一个大信心 在以色列里面 没有这样子的大信心 他需要 他的门徒有这样子的大信心 他有潜能 刚刚呢 我们还和这个厨房里面的人说 我们的孩子很小 他们有很多的潜能 他们有很多能够学习的 他们的脑非常的清晰 他们用来干嘛 他们用来打游戏 打游戏却杀死了他们很多的脑细胞 他们就有了这个 如果你不谨慎 你会有这个坏习惯 变成有一个惰性 他成长 他有成熟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回去了 我们学习能力没有像以前这么强 有些很多时候我看我的神秘 我很后悔 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却不去学习 我们的潜能变得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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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岁月 时间流失了 青春流失了 我们的力量精神也流失了 每一年 我们的生命要求我们的只会变更多 这个星期 我不知道我去看了多少 看诊 我去看了多少 看诊 这对我来说很陌生的 可是现在我要经历这些 这让我看到了 也许这是以后 看医生也多么的贵 我们的医疗保险也只是能够帮助一些些 因为看到未来 我们有一个真诚的信心 是重要的 是好的 但我们是否有让它成长 能否让我们更加的明白 能够去做出更好的反应 我们是否能够说 我们是否能够完完全全的依靠 苦难会来 死亡会来 那我们是否能够依靠 这就是它的差别 它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彼得之后所写的 我们晓得了这些事 我们有了这一个信心 这么珍贵的信心 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的信心 是多么大的 他们被殴打 每个人他们都训到了 每一个却没有遗失了他们的信心 他们战胜了苦难 他们是得胜的 他们的信心 他们因为信心而死亡 那我们读的时候 读到福音的时候 我们看到 其实他们的信心当时候 是非常摇摆不定的 所以一个真诚的信心 你要去检查它是否有成长 因为它没有成长的话 那是很 就哪里有错 如果没有成长 几年后 你要去检查你的种子 你一开始 你一开始是否是正常的 到现在你是否能够去分辨 还是你是学假的 你没有办法去分辨 他们要更好的能够去分辨 分辨 关于你所被教导的 你所学习的 你是否能够去应用 去分辨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的话 那我们怎么能够去成长 我们的回应能够来告诉你 这一个人 他所说的 或者他没有说的 都能够告诉你 他的信心是否是能够分辨的 彼得当时候没有一个 能够分辨的一个信心 他说了不该说的话 他不知道他自己说了什么 这是非常谦虚的 可是这确实是一个真实 一个现实 所以这里的差别是很大的 你要一直不断地检测 再一次的 我们要检测自己 马太福音24章 我们要检测 我们是否够备好了 我们到底是 你在这检测的里面 还是不在这 被检测的里面 我们不要被留下 你听到了 你不做 那你就会 留下了 我们现在有这个时间 我们要去检查 不断地去检查 Making sense? Yeah, follow up And Little Faith 小信 小信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分辨 你就好像没有信心一样 你这小信 你所有的回应 都是你的人类本身的感受 我们的信心 如何能影响我们 当我们说到小信和大信 我们说到这个百夫长 这个百夫长呢 主要是基督说 你的信心 他也许知道的很小 可是呢 小到呢 他也许知道的很少 可是他能够去说到 我不配得来到你的面前 他明白 主耶稣基督是谁 他知道 在这里说到 他是仆 他是仆 主耶稣基督呢 说 我没有看过这么的大信心 他知道的缘细很小 可是你看他的生命 认他的人 应该要有大信心的 是谁呢 就是这些 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过去 你没有办法去分割他们 但你看 他们却没有这个大信心 但你看 神还保护他们 以色列会被毁坏吗 你看马太福音24章 这是一个 说这个 这个时代的人 他们不会被毁坏 为什么呢 因为神做了一个应许 不是因为他们的好 不是因为他们做的是正实的 而是因为恩典 联敏 祂有的这个立约 祂的这个应许 这个时代 他们不会被毁坏 这个时代 他们不会被毁坏 这个时代 他们不会被毁坏 很多时候你看 这些大国 他们都去攻打以色列 都去攻打以色列 在不同的这个时代里面 你看他们都一直不断的去攻打以色列 他们要毁坏以色列 可是都没有成功过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应许 这就是白夫长的信心 主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 他就相信了 这里说到的不是你拥有多少的 而是他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 你的质量是什么 他全心全力的去相信 白夫长他有所有的知识吗 没有 可是他所知道的 他都却相信 你看这个恩兔 他们每一天从主耶稣基督身上去学习 每一天从主耶稣基督教导他们 可是你看 他们一经历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就害怕了 你看他们就做出反对了 这就告诉了你们他们的信心 是小信的 是非常危险的 就好像一个鹰壇一样 一个鹰壇他可以吃 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他说他要去训练生存 你看一个糖果比很没来的安全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外面很多看起来像蓝莓的 它们却不是蓝莓 可是卵糖它就只是一个卵糖 所以在那个时候 卵糖是比蓝莓更加安全 所以你看到一个小孩 看到一个蓝莓他就去吃 他没有办法去分辨 也许他就这样中毒了 所以我们要受这个奖战 你读到后面 彼得他到最后有一个大信心吗 有的 你看他写的书信 他不再害怕希望 你看到他最后的这个信心 他会说到他的生命 他说他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到了 他说到的 所有的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 他都告诉他们 他也会说到 这是他的经历 看到基督的变场 变了形象 他说这是真实的 这就是彼得 他现在有了大信心 他说到 主耶稣基督所说的 这是确信的 不用看到 你的信心就能够去确定了 当他死的时候 他说他要死了 就好像不通离这帐篷 我需要与主耶稣基督同在 但还能写的时候 他就写信 来鼓励 所以这里有盼望的 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有盼望的 彼得能阻导 我们也能够阻导 我喜欢看彼得写的书 因为我们还没有太词 这是好的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我们能够去读的福音 让我们去 去遭遇我们想象我们能够有的这个信心 这个信心是应该要大的 应该要坚强的 帮助我们呢 超过想象 而是去建立 让我们能够呢 去站立得稳 当我们在经历这个 信心的失恋的时候 好 让我们拥有这个信心的特征 祝您可以聆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我们 奉主耶稣祈明祷告 谢谢大家